向未来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都市生活会 我是赵岳 如今很多人热衷于到健身房去锻炼身体 因为那儿器械齐全 还有专人指导 方便又安全 不过咱说干啥都有好的一面 也有意想不到的一面 这波沈阳市黄谷区的一家健身管理 一名女子在跑步机上就发生了意外 家住沈阳市黄谷区的王女士 一直哭爱健身 因为疫情原因 王女士也是暂停了两年 最近为了减肥 锻炼身体并提高身体素质 王女士也找到了 离家最近一家的健身馆 并花费一千元办理了年卡 我是二月末办的卡 然后在他们那个中心 太富幼义城六楼 爱来健身馆办的那个卡 办完卡后的王女士 3月1号晚上 第一次来到了这家健身馆 但让王女士没想到的是 这一次健身就发生了意外 站在跑步机上的王女士 在连按了几次加速后 见跑步机速度迟迟还是上不来 这心急的王女士也是猛按了几下 接下来这跑步机的速度是起来了 可王女士却跟不上 这跑步机的速度了 此时力不从心的王女士 也是吓得够呛 赶紧双手抓住两侧扶手 做起了人体支撑 双脚离开跑步机不敢松开 并连忙高喊救命 听见王女士的求救后 健身馆的健身教练也是赶忙跑了过来 并按下了紧急停止按钮 但此时的王女士 人力支撑的体力已经到了极限 没等跑步机完全停止 王女士就跳了下来 因为传送带的惯性 跳下来还没有站稳的王女士 就被传送带的惯性悠出去了 然后抚面朝地 两个门牙把下嘴唇 整个都干喘了 从地上爬起来的王女士满嘴是血 随后王女士在爱人的陪同下 来到了一大口腔医院进行治疗 缝合将近40针的王女士 总共花费了3100多元 然后两门牙当时也疼 底下牙也疼 然后缝完针之后 那个一大口腔的就是 叫牙科医生 他们分外科 牙科医生我看了一下 建议我观察一下 到现在两门牙有点疼 但是跟那点比稍微轻点了 谁也不承想 到健身房跑个步啊 能伤成这样 可事情终究是发生了 王女士觉得 自己呢是在健身房受的伤 后果不应该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她必须啊得找健身房理论理论 王女士始终认为 之所以自己受伤如此严重 就是因为健身教练 没有告知自己健身器材 如何使用 导致王女士操作不当 才受的伤 越想越生气的王女士 也决定找到健身房讨个说法 找了那个大概是2号晚上吧 我跟我老公过来找他 然后他让我当时把医药费拿过来 然后他给加了一下多钱 当时因为后期感染 扎地流钱没算 还有那个荒药钱没算 但是那天晚上3187他们王经理给我加了 加完之后把我的那个票据 还有票据还有就是那个病毒本的医生写的病治 还有那个拍当天晚上一号晚上 跟一大口香拍的片子他都拍上照片 传给公司总部了就老板那边 然后他告诉我3到4天听信 这边给报信 我说可以 健身馆的相关工作人员也表示 会积极处理王女士的事件 并告知王女士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然后等到第5天的时候 他也没给我信 然后我老公又过来问他了 然后他说那个老板没在家 你再等一等 我最晚这周四指定给信 我左一趟右一趟 我再先信你一回 然后昨天周四咱们就过来了 公司那边最终决定 就是说我的医药费 只能承担1000块钱 其余就不管 对于健身馆给出的解决方案 显然王女士并不能接受 王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也做出了很大的让步 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诉求 他肯定会维权到底 因为当时就是2号晚上来跟他说 就是说我那个务工费 后期那营养费 还有那个 因为我这个嘴唇底下 底下也干出完了 需要那个缝针 也有可能老爸那些钱 我都不跟他计较 就把医药费给我报了就可以 就这么一个要求 然后他说 他当时态度也挺好 也跟我说 那个行 我跟公司总部研究一下 跟老板说一下 看看尽量给你报 是在说那天 2号晚上那天要等三十天信 而是昨天就憋了 就说报不了那些 只能报一千块钱 办健身卡 准备健身卡办完了 刚锻炼一天就碰上了这事 本身就够闹心的了 再加上这么长时间没有解决 这王女士更是无法接受 自来想去 王女士给我们都市生活会 打来了求助电话 希望能陪同她 再找健身馆要个说法 那么健身房究竟有多大的责任呢 毕竟王女士是在健身会馆里 发生的意外 所以王女士觉得 一切责任都应该由健身馆承担 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王女士 我们都市生活会的记者 同王女士夫妻俩 来到了这家健身馆 来到健身馆前台的接待人员 见到我们的记者和王女士后 用广播联系了王经理 等了许久不见王经理出来 气急败坏的王女士 直接闯进了健身会所 王女士带着记者 直接找到了健身馆的经理办公室 看见记者的到来 健身馆的王经理 也主动迎了出来 不说让你们直接 想要这是走法律上去吗 问咱们想啥法律 对于王女士的情况 健身馆的王经理 觉得他们也挺冤 明明是他自己的原因 操作不当导致受的伤 为什么健身馆 还要承担责任呢 我想问一下 就正常来讲 咱总部那头就是想看 这个医药的一个收费收据 那肯定是有意愿 想承担这笔费用的 就是最后 就是为什么说 只报了一千块钱 就这中间的输入 就是差在哪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当方面的责任呢 要是输入我们当方面的责任 我们可以啥 如果说就是因为健身馆馆的原因 我们可以直接这个钱全到 不是我们当方面的责任呢 所以说公司只能承担一半 而是我们合团直接写上 因为个人愿意 导致你操作不当 突然任何问题 个人分合 王经理告诉记者 之所以健身会所 愿意承担一部分费用 那也完全是出于同情 这并不代表会所有责任 所以王女士 想让健身会所全部承担 压根儿不可能 摔伤是你自身认为的 不是你 你能说什么 你怎么说话呢 跑步机调到15 跑步机调到15 有人告诉我吗 第一门告诉我 有人告诉你 你说不用啊 谁告诉我不用了 教练呢 我现在可以给教练 给你叫过来的 你别说那没有用 教练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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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我身高体重给你 减脂 不是人家告诉你 说这器材使用方法怎么使用 你不用 我这样的没有用 我自己上去 跑步机调到15 你不用跟我说那些 我扔个你这算 我不管 你就医药会赔偿这碗事 你协调不了 什么人不已经 教你来走法律程序 就完事了吗 鉴于健身会所的态度 王女士表示 如果不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自己会通过法律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那么在这起事件中 双方都有多少责任呢 健身房作为经营者 应当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并且对这个健身的器材 进行检查排除隐患 对可能引起危险的器材呢 也进行明确的提示 引导会员进行正确的使用 在这个会员初次到店 不能判断 他是否正确使用的情况下呢 应当安排工作人员 对他进行指导和协助 如果出现了这个危险 应当及时进行救助 如果健身房已经足够的 进到了这些安全提醒 培训和救助的这个义务 那么可能是不承担责任的 会员作为完全迷失行为能力人 应当知晓运动和健身本身 具有一定的风险 以及了解注意事项 如果没有充分掌握 健身设施使用方法的情况下 不当地操作 可能自身也要对损害后果 承担一定的责任 本想办个健身卡 好好的健身锻炼身体 没想到结果如此严重 确实让王女士气不打一出来 记者查到了一份调查数据 数据显示 每年约有5万人 因使用跑步机 健身球 跳绳 雅铃等运动器材而受伤 其中有跑步机 引起的损伤比例 占了绝大多数 有数千人会因此走进医院急诊室 这其中最常见的损伤 是在跑步机上不慎摔倒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伙 在运动健身之前 一定要多多询问健身教练 设备及器材如何使用 别因为操作不当 导致自己受伤 这样就得不偿失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2021年4月份的一天 山东四伯的马大爷到当地派出所报警 说自己被人骗走了好几十万 这刚退休了一年 这辈子的积蓄就全被骗光了 按理说马大爷退休之前也是做生意的 怎么会轻易就被骗走这么多钱呢 老马之前在我们本地从事汽车贸易生意 退休以后因为有空余时间 经常在网上聊天了 进行一些网上投资之类的活动 2021年3月份左右 老马通过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叫琪琪的女性 琪琪自称叫李恩琪 34岁 是某国有银行山东省分行投行部的员工 我退休后时间比较多 有时候也会做些网络投资 所以跟琪琪比较聊得来 平时琪琪对我也挺关心 经常许寒美呢 觉得这个人还不错 在整个聊天过程当中 琪琪不断地表示出对老马人生的感叹佩服 并且对老马的一些投资经历也非常感兴趣 老马觉得自己在网上找到了一名红颜知己 不久后两人相互交换了手机号 并说以后可以约时间见面 我们认识一段时间后 在今年4月份 琪琪说想推荐一个投资项目给我 这个项目是一个耳熟车 互联网交易平成 琪琪说这个平成是广东的 一个二组车交易公司 和他们银行联合打造的 客户可以通过这个 二组车交易平台的微信公众号 进行这个网上的投资 这个平台上面有好多车辆 都标明了价格 你只要众筹 打到这个价格以后 这个车辆就进入了销售模式 一般情况下 三天之内就可以销售出去 这个车销售出去以后 平台按照投资人的投资金额 所占的比例进行分红 根据琪琪的说法 这个项目回报率高 两三天就能赚到 6%到8%的回报 他自己也有投资 已经赚了很多钱 他的亲戚朋友 都在他的推荐下 投资了这个网络平台的项目 这么好的项目 他想推荐给老马 因为这个老马呢 在退休之前啊 他就是搞这个汽车贸易 他一听这个女网友 跟他介绍投资的这种项目 他就非常感兴趣 而且这个女网友呢 说的一些对于这个汽车投资的观点啊 包括一些这个理论知识 这个老马也感觉这个女网友比较在行 这样他们就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老马就发现 哎 这个确实不错 这样老马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呢 就先投了一千元 出来按照机器 小的操作了几笔 赚了十几块钱 我把这一千多块钱都申请提醒 没有多一会儿 钱就赌到账了 我觉得这还不错 所以又把钱投进去了 为了稳妥起见 老马也对这个平台进行了一番考察 通过网络查询 他在平台上看到了 政府批示的公文及证书 还有营业执照 这让老马吃了定心玩 他们平台上分几种 通知五万元可以作为一型达人 十万元二型达人 二十万元三型达人 你成为达人以后 他有一部分达人全业 向这个平台会组织达人 每天进行抽奖 每次这个抽奖额度 几十元到几百元不得 你抽多少送多少 而且还可以每天发一部分红包 2021年4月13号和14号 老马先后往这个平台账户 充值十万元 成为了二型达人 两天后 七七又联系我 说做达人部落所达人 从至五十万能做险级达人 从一百万能做市级达人 从一百五十万能做升级达人 整个账户区所有在这个平台上 投资的客户 盈利的百分之五 所谓你的抽成 市级达人呢 你抽成百分之十 省计达人呢 他盈利的百分之十五 所谓你的抽成 老马听了以后 认为做曲线达人比较合适 在4月16号 4月17号的两天 游往这个平台 他的账户上充值了五十万元 充值五十万元后 老马发现 那个网络投资平台 说啥也登陆不上去了 想去问琪琪 结果对方已经将他拉黑 电话也无法接通 老马这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 赶紧报警 老马说 他前前后后 总共向这个平台 投资了六十余万 其中有三十万元 是自己的养老钱 剩下的三十余万元 是自己向勤奉后游街的 经过民警的初步分析判断 老马是遭遇了 杀猪磐式的电信诈骗 由于距离老马 最后一次转账 已经过去了三个多小时 超过了半小时之内 这个黄金只付期 所以老马银行卡账户上的资金 已经全被转移走了 由于事案金额较大 警方立即从行征 网安寄征 新型犯罪研究作战中心等单位 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 对417专案开展侦查工作 那当他们对涉案的 齐齐进行调查时发现 这个手机号和微信号的 注册人呢 是一个叫陈某昌的年轻小伙 今年呢 刚刚二十岁 经过民警 对齐齐微信号 以及这个所谓的 众筹二手车平台的公众号 进行研判后发现 这个微信号和公众号使用的地点 主要集中在湖南省楼底市 但是经过查证 这个陈某昌案发时 并不在湖南 看来真正实施诈骗的 嫌疑人另有其人 与此同时呢 我们负责资金流研判的民警发现 老马转账的银行卡账户的 身份信息也是陈某昌 因此呢 我们分析 陈某昌应该是把自己的手机卡 银行卡 身份证的复印件 以及银行卡的邮盾 等等这些俗称的 个人的四件套 在网上进行了买卖 这种通过四件套的形式呢 就是有一个很完整的 这种黑汇产业链 海南网上地产 一般都陷入了死胡同 所以说这条资金链呢 就基本上断了 专案组民警立即转变思路 通过调取陈某昌 银行卡的流水发现 从2021年4月6号至4月17号 该银行卡一共是收入了125笔 资金达到160余万元 其中最后两笔 分别是4月17号下午2点 由本案受害人老马 转入的一笔10万 以及下午4点24分 老马转入的另外一笔10万 这两笔转账 在入账短短一个小时之内 就转到了四级账户 通过对自动取款机 取款记录进行研判 民警发现 取款地点都在湖南省楼底市 我们赶到当地 就调取了涉案遗养卡 他手里拿着的卡包中 全是银行卡 他手里拿着的卡包中 根据银行取钱的监控录像 确定了这名嫌疑人的身份 嫌疑人钟某 32岁 湖南少阳人 钟某离开银行以后 上了一辆白色的轿车 根据警方的侦查 发现这只是一个 专门负责取钱的团伙 也就是说 他们只是这个诈骗团伙的 外围成员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 民警没有对钟某等团伙人员 进行抓捕 而是进行了布控 我们对钟某驾驶的 白色车辆进一步延伞 另一辆白色车辆 进入了我们警方的实行 我们发现 钟某每次取钱之后 钟某驾驶的白色车辆 都会在某一个路口 进行短暂的停留 而另一辆白色车辆 在这个时间段的形式轨迹 与钟某驾驶的车辆 形式轨迹吻合 我们判断 这应该是洗钱干货 以炸天政府来进行交易 专案组民警随即 对第二辆白色轿车 开展重点研判 发现这辆车 在楼底出现的时间 和老马被骗的时间段 非常吻合 通过这个车驾驶人员 进行分析 发现这辆车驾驶人 张某五男 46岁 湖南省少阳市洞口县人 2008年4月 张某五因诈骗罪 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判出有期处刑 三年六个月 结合张某五有诈骗前科 半岸民警分析 张某五极有可能是 北岸诈骗老马的 发现前人之一 民警通过对车牌号码的追踪 锁定了湖南省 湘潭市的一个小区 判断这里极有可能 是张某五新的作案窝点 我们首先对这个小区 进行了一个大体的摸牌 了解相关情况 随后对所有的出入口 进行全天候的蹲守 包括小区周边的菜市场 三年以后 我们发现 闲人就出现在了菜市场 来买菜 而且买了大量的菜 在对嫌疑人进行跟踪后 民警发现 这个团伙的成员 分散住在这个小区的三个窝点 第一个窝点 根据我们的守候跟踪 我们推断 该窝点大约在十几个人左右 第二个窝点在六七个人左右 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左右 这个时间段呢 都会有一到两个韩伙成员 出来买菜 买完菜以后呢 他们就会又回到这个房间 然后呢 整个白天 所有的人啊 就不会再出现在小区内了 到了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就会有部分嫌疑人呢 陆续又从这个居民楼里面 出来到小区外面 进行活动 民警发现 这个团伙中 基本都是熟人作案 有的是亲戚 有的是夫妻 本案中的张某武 负责租赁房屋 搭建后台技术维护 她的女朋友黄某飞 负责和洗钱团伙联系 另外一个主要犯罪嫌疑人 王某来 是负责一个具体管理的 也就是培训这些所谓的业务员 进行快速聊天 和这些业务员的日常生活 2021年6月中旬 专案民警通过前期的 侦查摸牌等工作 基本摸清了这帮犯罪嫌疑人的 作案窝点 组织架构 以及生活规律 根据我们前期掌握的 他们这个诈骗的规律 他们一般情况下 聊天一个多月 然后实施诈骗七天左右 总共作案周期就两个月左右 现在人随时有可能 讲平台关闭 然后所有的诈骗 三次线人就得解散 边框边搂全赛收口 在基本摸清了 犯罪嫌疑人的情况之后 警方下一步 就要对这个窝点进行抓捕 这一次的行动能够成功吗 2021年6月22号 警方到达湘潭 并制定了抓捕方案 当时决定 6月23号早上 我们争取利用嫌疑人 出来买菜的这个时间 对这三个窝点 同时进行输货 可就在抓捕方案制定后 民警却突然发现 其中一个窝点 当天晚上没有亮灯 这在之前 这三个窝点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而此时 所有的抓捕力量都已到位 当时我们就决定 先对第一个窝点进行抓捕 同时对另外两个窝点 派人进行固控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抓捕 6月23号 民警们早上6点钟 就进入了小区进行蹲守 张局长他们在那边 他在那边看着他 过来的就会通知我们是吧 对 他待会他要往这个农贸市场下方走 他要进去买菜去 基本每天七两半到八点 7点40分左右 嫌疑人和往常一样 出现在小区门口 就在他们即将进入菜市场的时候 警方按照预定计划 对他们实施了抓捕 与此同时 守候在防盗门外面的民警 也采取了行动 别动 别动 来 带起来 别动 来 坐 坐一样 坐 别动 坐 别动 我们打开门之后 发现窝点内的闲人 大多都在睡觉 他并没有去跑 所以我们民警就把 这个窝点的闲人 全部都给抓获 控制住 同时在窝点内 我们抽到了 作案用的银行卡 手机卡 电脑的作案工具 此时民警发现 一间卫生间的门 从里面反锁上了 为了避免犯罪嫌疑人通风报线 或者销毁作案证据 民警当机立断 一脚将卫生间的门踹开 在第一个窝点抓捕完以后 警方紧接着又对第二个第三个窝点 进行抓捕 共计抓获以张某五 王某来为首的 犯罪嫌疑人23名 查扣作案手机72步 银行卡173张 笔记本电脑两台 86万元的银行存单一张 涉案车辆两辆 抓获犯罪嫌疑以后 我们立即压解回我们资本 然后经过审讯 我们发现张某嫌疑人 在今年的2月份 然后他们就在楼底 纠击这个残活成员 独立房屋来实施诈验 前期就是通过假好友聊天 培养感情 这个过程持续一个月左右 在一个月的时间 在所谓的业务员 就取得了他们好友的信任 这个张某五认为实际成熟 然后就推这个平台 他们称之为开盘 开盘以后 所有的业务员就极力 向之前网聊认识的好友 来推荐这位平台 如何如何盈利 让受害人在这个平台上投资 开盘一到两周后 嫌疑人认为 这个平台受害人的通知 达到了他们的预期 就会把这个诈骗网络平台关掉 就是他们所谓的崩盘 然后张某五就组织人员 把所有的作案工具 手机 电脑等全部销毁 然后组织人员 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来重新实施诈骗 在我们抓获的这23名犯罪嫌疑人当中 其中王某乡 就是诈骗老马的所谓琪琴 王某乡 女 37岁 湖南省 楼底市双峰线人 在取得受害人信任之后 为了诱使受害人投资 张某五在搭建完虚假的 网络投资平台之后 又花了2000元 找人对网络平台的前端进行了优化 这其中就包括上传所谓的项目资质证书 政府批文 营业执照等 我们通过审讯得知 这些所谓的证书 批文 营业执照 其实都是假的 到这时候 不明真相的受害人 一般就会相信 这是一家正规的网上投资平台 进而会抱着试一试的态度 进行小额投资 张某五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在开盘的前期 都会允许客户进行提现 这个时候 受害人一般都会继续加大投资 从而一步步掉进诈骗嫌疑人 所设的投资圈道里面 通过梳理案情 警方发现犯罪分子通过这个虚假的 众筹二手车的平台 总共诈骗受害人13人 诈骗金额129万5,855元 而随着整个审讯的深入 民警还发现这帮犯罪嫌疑人 在这之前还搭建了一个众筹二手房的平台 有22名受害人 诈骗金额188万011元 在今年的7月份 我们专案民警在赴湖南 赶到湘潭市 在湘潭开展工作 又发现了两个诈骗窝点 在湘潭我们又抓获了电炸嫌疑人34名 到了今年的9月份 还有11月份 我们对这个案件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以下包括提供网络技术支持的 提供洗钱服务的成员 提供这个银行卡四件套的犯罪嫌疑人 以及整个案件中前期再逃的人员 又组织了两次集中收网 抓获犯罪嫌疑人38名 这个案件总共抓获犯罪嫌疑人95名 判病案件38起 涉案流水资金达到2300余万元 实现了对整个电炸犯罪团伙的 全链条的打击 骗子的花样再多也逃不出警察的锐利双眼 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加强防范意识 不给这些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接下来咱们来认识贵州的一个90后的女孩 她凭借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家乡 可当她看到自己家乡的文化面临消失的危险时 她又重新地返回了家乡 传承家乡文化 贵州礼品洞族姑娘张国丹努力学习 考上大学离开家乡 因为看到从小喜欢的家乡文化洞族大哥 面临消失危险 在她的父亲去世后 张国丹毅然回到家乡 拍700多个视频抢救家乡文化 我叫张国丹 我名叫村瓜乡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动作姑娘 学的是旅游管理与服务 后面转转来到广州 做的是外贸工作 回家之前年收入差不多有50万了 当时情况特殊 爸爸没在嘛 因为我当时 我一心只想完成爸爸的遗愿 去拍摄他想拍摄的东西 也没想过把它当成职业来做 在他的努力下 洞族大哥有了传承 家乡的美景美食 也被无数网友发现 张国丹说 刚开始只想完成父亲遗愿 但现在是真的想留住 这个非遗文化 发现我们洞族的大哥 正在交室当中 因为大部分人出去打工 使得我们这个洞族大哥的传承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特别是看到我爸爸 就记录的那些老歌诗 很多都不在了 很有可能仅有我这一个辈分 我现在当务之敌 就是去记录这些歌曲 如果我不记得话 那它就真的消失了 18年到今年是快满四年 我就希望把这个村子的方方面面记录下来 让大家了解我们大山里面的这些民族文化 到现在日积月累下来的 已经一百万 他们都没想到 很惊讶 很震撼 就突然觉得我们的洞族大哥 他真的有魅力 就感受得到他们 对本民族的这种自信 再慢慢地拾起来 视频火了之后 阿湘和当地政府部门合作 帮助家乡卖稻米 辣椒 刺梨 带动村民致富 我们现在在村里面的那些农民妇女 他们的手工刺繡品 我也可以帮他们卖 给他们增加收入 自己挣钱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农村的发展机遇特别大 特别希望有能力的 就是这些人回家来 我相信他们都能够 就是实现自己的理想 也能够带动到家乡 这位姑娘真的很了不起 她能够在自己 已经发展很好的情况下 毅然回乡 为了家乡的文化 而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真的是难能可贵 特别是年纪不大的她 还能够带动家乡致富 这种奉献精神 是90后这一代的骄傲 通过网络平台 来推广传统文化的 还有乐剧女孩张淡衡 她带领她的同事们 开启了戏曲网络传承之路 浙江宁波的女孩张淡衡 出生在戏曲世家 她学习乐剧三十年 最擅长吕派花旦唱腔 我叫张淡衡 研究生读的是工商管理 在一家企业里面 做分线管控的 另外还在民间剧团 兼职做乐剧演员 我爷爷奶奶都是专业演员 亲戚也是乐剧演员 平时上班时间以外 一直是在民间剧团 有坚持演出的 只要是有演出 哪怕自己贴钱都会去的那种 近两年 很多戏曲演员因疫情的缘故 无法到剧场演出而失业 导致这些戏曲演员 生活也遇到了困难 演员这一块 其实大多数都是没有基本工资的 2020年初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有的剧团的演员 他们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演出了 生活上面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困难 为了帮助无法演出的 乐剧演员渡过难关 张淡衡建立工会 帮助一百多人开展戏曲直播 18年底的时候 我开始直播的 每天可能会花 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准备哪些唱段 很多演员陆陆续续的 从线下转到线上直播了 专业演员 民音之团的演员 包括我们这边 很多业余的票友 咨询我的也比较多 我估计百来号人肯定有 那包括像 做得比较好的乐志成玉 还有今年刚开始接触的演员 叫乐志丹丹 他们其实都是加入我们以后 包括在那个技巧上面 帮他们去推广 帮他们去发展 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收入水平会高出很多 对他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改善 张淡衡说 大家通过直播 不仅有了收入 他们也能更好的将乐剧传承下去 我从小就喜欢乐剧的 坚持了三千年 就是这么多年 我就没有断过 没有离开过乐剧可以说 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 更多的一些优秀的演员也好 票友也好 我希望大家能够 凝成一股力量 让更多的人来接触 了解到乐剧 互联网可以说给传统戏曲的传承 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这不仅意味着传统戏曲的传播途径广了 收看的群体也更多了 那对于那些老票友来说 不用出门就能与戏曲演员沟通 并能听到自己喜欢的戏曲了 这也算是他们的福音了 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 被小朋友们惦记的幼儿园保安爷爷 他为什么受到小朋友的喜欢呢 那也是有原因的 2月23日 南京义幼儿园的保安重计纲 因患病住院请了假 康复出院后第一天返岗 园里居然上演了一场温馨的欢迎仪式 你好啊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宝宝 谢谢啊 谢谢 哎呦 谢谢啊 不用说着我乔乔跟小雨昆 祝爷爷消极健康 我觉得苹果的一衣是红红火火 还有平云云云云云 因为送爷爷保护我们 我要把最好的礼食送给他 我很开心又能见到你了 听说你生病了 我很担心 祝你身体健康 中计纲收到来自孩子们的手工画 巧克力 苹果 鲜花等大大小小的礼物 一百多件 这让他很是意外 那今天早上这么热闹的一个欢迎反港的仪式 有想到吗 没有 我真不知道 今天我心里蛮激动 这家幼儿园里有四百多个孩子 而中计纲能轻松地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 那这个四百多个孩子 你都能精确地说出他们的每一个名字 能 包括家长来接我都认识 之所以中计纲能得到这么多家长和孩子们的尊重和爱戴 这一切都离不开他的真诚以待 都离不开他每天上班必须带着的一样 那就是带着爱心去工作 他做事情就是已经把他的工作 本质工作做得非常好了 而且已经做到极致了 他是带着就是有爱心的这个 就是去做他的这个职业 也让小朋友就是接受一种感恩教育 就是我们要感谢所有 就是尽心尽力 为这个社会就是提供平安啊 他提供就是服务的这里人群 他虽然生病 但是却意外地收获了这样一种情感的反馈 所以真的是就是有一种很感动的这样一种心情在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疗养的太子和尚 成群的赤马鸭也活跃了起来